樹木被吹得左右搖擺 陽明山小樓坑 刮起十一級的強陣風 中台卡弩來勢凶凶 但有樹枝抵擋不了 風雨漸強 路樹攔腰折斷 但還是有民眾 不為風雨到二子坪走走 只是山上的風太強大 文大的美食街也冷清 滿新奇的啦 就是沒體驗過颱風天 因為我們那邊沒有颱風天的 風也比較大 雨也比較會有點大 外國學生首次體驗到颱風外 在山下卡弩威力 狂風陣陣吹 轟然巨響嚇壞附近住戶 53年的老榕樹 當場連根拔起 索性經過的兩人逃過一劫 聽到聲音有行大聲 沒有影響 危險隊啊 還好沒有壓到人 北市特別鎖定 是臨機北頭一帶 在三角度的土地公廟 也深空中防止淹水 而另外被鎖定的 還有內湖南港 只見內湖閉山岩 沒有狂風咒語 還是有零星民眾 上山撐著閃 只是這一次卡弩歸宿前進 影響臺灣的時間 恐怕會再拉長 TVBS新聞董事劇年宣 台北才發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